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提要103 认识一下集合极数 英文的讲话就是geometric series 集合极数是geometric series 集合极数是马克林极数的一种 因为它的中心点是0 它的展开形式也很特别 不会很难记的 1-x的导数是变成 1加x加x平方 还有另一方向四次方向五次方向 在后面等点点 它的受链范围是正负一的范围内 不包含正负一 那我说这个集数 如果到了后面来看 那个负变分析原理的时候 其实非常重要的 现在也许不觉得它有用 但是如果有学到负变分析的话 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关键 非常非常的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一些工程问题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工程问题的时候 常常我们需要对一个封闭范围做积分 封闭的路线积分做讨论 那这个封闭路线积分里面 常常会有孔洞存在 孔洞存在在工程上是常常见到的 例如那个香含 例如挖洞的楼板 例如墙壁上面挖的窗户 挖的门 混凝土灌浆的时候 有可能灌浆会产生一些蜂窝 其实这些都是孔洞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种环积分里面 包含孔洞问题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那个蜡子定理 那蜡子定理也可以称作流速定理 其实这个是后面 互变分析才会谈到的概念 只是先提到这些基本的概念 让大家对极而极数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知道它的重要性 好 那蜡子定理里面有说到 如果我可以把它展开成 变成一个所谓的Loren级数的话 那它里面某一个特定的相次的系数 那时候会振作A-1的系数 你只要把那个系数找到 在乘以2πi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环积分值是多少 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当然需要去证明它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但是现在不是在谈负变分析 所以现在不讨论它的证明 好 那底下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Geometric Series的应用 好 也常常看到考试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考题 就是给您一个分式 现在是看到1-3的导数 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 几何极数展开的形式 并且说明它的收敛范围 好 变成几何极数展开的形式 好 那几何极数我们刚刚有看到 它的样子就是1减掉x的导数是1加x加x平方 加x三次方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那现在你看到的并不是标准的1减掉某一项的导数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1减掉某一项的导数 好 我说这边有两种展开的方法 这是第一种方法 因为变成1减掉一个东西的导数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x提到外面来 后面就变成1减掉x分之3的导数 那就是1减掉某一个东西的导数 然后另外一个做法是把3提到外面来 首先你把这个负号放外面 然后变成3减掉x 你把那个3放到外面来之后 一样的会有一个1减掉一个东西的导数 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之前 集合极数展开公式里面的x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状况下的展开 好 第一个状况下的展开 我是把x提到外面来 好 那就变成1减掉x分之3的导数 好 是把x分之3当作x 好 x分之3当作x的话 就变成1加上那个东西的一次方 再加上那个东西的平方 再加上那个东西的立方点点点 好 那这个展开公式用完之后 我们就把外面的x分之1乘进来 乘进来之后就可以产生 现在所看到的答案 就是x分之1加上x平方分之3 加上x立方分之9 加上后面点点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收链范围 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极数展开公式 集合极数展开公式里面有提到 1减掉某一个东西的导数 那个东西的绝对值必须要小于1 好 而且所看到那个东西是x分之3 所以我必须要让x分之3小于1 好 那让x分之3小于1 你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相当于说 x的绝对值必须要大于3 就是比3大 比负3小都可以 就这个极数的应用的那个x的范围 就是你可以带这个4啊 5啊 正负4 正负5啊 正负6都可以 但是你带个0不对 带个1不对 带个2也不对 带个2.999也不对 带3也不对 带负3也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展开的极数 好 第二种展开的极数啊 我们是把那个3放前面 为了把3放前面 所以把它颠倒一下 所以必须要加一个负号 那变成有负号的形态 在外面 这个再把3提出来之后 前面有一个负3分之1 所以现在变成1减掉3分之x的导数 那就把3分之x当作一个像式去做展开 就相当于那个集合极数展开公式里面看到的x 好 就是1加上一个x的一次方 再加上x的平方 再加上x的三次方 再加上x的四次方 点点点 好 这样的一个展开公式做一点化解 然后把外面的负3分之1成建来之后 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是负的3分之1 减掉9分之x 减掉27分之x平方 减一堆点点点 好 那收敛范围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你这个极数不能随便带x进来 有些能带 有些不能带 到底哪些能带 哪些不能带 我们再看一下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定义域的范围 好 一开始我们提到说 那个集合极数展开的公式 x的范围必须要落在正负1的范围内 好 那既然要落在正负1的范围内的话 现在所看到的三分之x 就必须要落在正负1的范围内 好 也就是x 三分之x的绝对值要小于1 那就相当于x的绝对值要小于3 意思是说在正3跟负3的范围内的x 是可以带进来的 其他不能带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说到那个集合极数展开的概念 如何决定它的收敛范围 还有它的展开形式 有时候可以用这个方式 有时候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讨论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 能够先在新闻 第二 森林 稍后 到新闻 洞